回到来看第七场赛事 也是明天的焦点赛事 讲澳杯 这一场上限110分 下限85分 评分就抹得较阔 当然要看澳门马 一号的姚昌之星 9号独步天下和14号陶醉 都是澳门马 不过姚昌之星之前 试过有些新闻报道 小小体温上升 看出不出得到赛 以及状态是如何 当然大家的焦点 都是永远美丽的 两个礼拜前 赢马的姿态 真的非常之厉害 那天在外谍冲 不是很多 还有线路之星 尝前和他爆料 今次不会有六十几倍 那广别了三年 这个港澳杯 还有因为在暑假的时候 澳门赛区全部减了10分 所以今年的赛制 在澳门平均只是减5分 和以往15分就不同了 变相如果拍着 耀昌之星的马王过来 香港的赛区 让榜就受量多了 马王其实都七岁了 耀昌之星 跑了很多季 累积加上15分 不过他的跑法方面 就比较单一 多数都是要前面走 中夜省一五 日本骑士 其实在澳门 近期被人停赛 都一段时间 就是复出不久 但今年 暂时都搵手的骑士榜 二、三位之间 表现都可以的 但你讲到这14米 我觉得香港马出尽了 近期是14米专家的马 永远美丽 又好 线路之星 甚至乎不极光 这些是14 真是能手 其实625场 大部分在一起跑 加一些澳门的赛区 但你说当时线路之星 很冷碗的 62倍 摆在前面 永远美丽 由打比输回来 其实难度都高的 你输了600米 但这只马真的很好能力 你现在看回头 他随着一场 不停塞车 塞到暈了 接着打比 两场第三 其他就未逢敌手 做很多马要看 当然这场是包装智威 红运帝王 都要塞车 刚才见到 你说这次大家再对内 因为有只遥昌之星 令到永远美丽 这款马的榜 就不用比上次更轻 大家都觉得这马 我想八一分以上 或者一只很好的马 都应该是下跪 可能更加成熟 更加厉害 今次抽档又好 又不用什么顶棒 好像形势上都挺凶 是呀 就在他身上 各样东西 都没什么挑剔 马也是在上去的 不过说到刚才说 这么多千四马 线路之星上次很好分头 几十倍 一点非都没有 但以往 无论快步速也好 慢步速 其实他都会到的 如果看回 这次的排档比上次好很多 上次排大外档 这次排三档而已 做了一个数据 就是关于如果 线路之星排三档 华以内的成绩是怎样的 总共跑了八次 拿到三档两季一年 上名率有超过六成 那么多 但是今次 同场不算说 很多快马 我相信他自己可以 操控部速 看看今次 可不可以再跑得近 澳门赛区会不会很快 以往你见跑港澳 那把澳门马 就吹着去 如果是的话 可能会多一点 快马前妖 不过刚才那条片 还有一只包装智慧 都要说 因为它是延迟报名加入的 但是上次脱了眼罩 其实回来都冲得不错 还有今次 因为那个让磅关系 它减了这么多磅 对于后上马来说 怎样都有帮助 我不是很喜欢 那些重磅马 是靠后追的 好像很吃力 有时候这些季美阶段 但是今次 减了一磅会不同 你说靠后追的街运材 都是靠后追的 最近那几次跑千四 你都很明显感到 它是想拼的 但是每次的形势 都是差一点 要么是超慢报处 要么是三叠 上次其实那个报处 都不是那么好追的 是有点点担心 究竟它会不会拼多了 不如看看神操的火气如何 我觉得它近期 真的好一点 这货帖里面那只狗狗围攻 是聚首的 以来说状态 我觉得它比较低沉一点 可能是12月 甚至乎一月初的阶段 它是回了下来的 但是近期我觉得 它有点心劲和火气 是好一点 田太安那手姜程 也哄到那只马 我见它那货 都真的挺肯走的 虽然以往上阵 就跑得比较少一点 希望前面有正常的步速 刚才Kitty所说 因为上次的断速 那个Alar 其实是难追的 它一样可以扑上来 证明那只马有范围 你讲到心劲这件事 超近日子 常常跟金枪六十拍 会不会拍到没有心劲 它刻意拖的 我看到 因为如果落草地的那些 就会被金枪六十 拿回英雄感 但那只没有英雄感 但会比较常差一点 不过好像也会好一点 好一点 因为去年用了很多 这只超好日子 模式明显 立令反 因为上次也盯着它 1650米 何宅耀 当时安御就在影的前面 连幸福至上 在弯位的阶段 影的走定上来 超好日子就没有了 定住在后面 跟你斗爆那八五而已 也有点追劲 虽然旁边都是泥地马 凝蓝 同舟共济 刚刚都是泥地有表现的马 但起码看它有点追劲 千四都是耍家 所以我觉得这组千四米马 香港的代表 比澳门更凶 旅剑威这只不是疑似报名 一早都想跑这场港澳杯 还有一只中华城景 终于就 背起来轻一点绑 看看这次一档 不会追得迟 看看这场我们精选场次 选什么马 永远美丽 大家都很喜欢 四重彩 欠他做胆 换回港队马 选择先 不过你 因为脚步有问题 是复出的 有排着大外档 全程缩在后臂 没有跑过 虽然这次也大外档 希望报名可能摄出卓海虹 还有贺言真的有手马 看看第八场赛事 第八场赛事三百千二米 刚刚说贺言有手马 威力奔腾 以往都是震仓宝 可惜之前停过一些功夫 这次找到报名 不过赛前试集 就是潘顿才要 潘顿骑什么马 因为开心高球 一百二十一磅 暴民做不到榜 潘顿一个麻烦的 拿来跑 再加上排档也挺幸运 这次是排着二档 星斑马 初出马是七号的勇冠王子 这一场据捕捉 可能蒙巴黎 加州威胜在前面 但蒙巴黎 没那么容易 再次慢放得手 我觉得这场赛事 除非是下着大雨 我想大家减马的范围 都应该比较窄 开心高球 之前潘顿骑了两次集 不选择 暴民不管 两下入洞 结果赢得很轻松 看回上一场排的来档 反正他很早都咬着个好位 回来一截内的爆炸力 都完全不同 可能慢一点的步速 他最终爆得更厉害 赢得龙之心上来 马士嶺在中间捐上来 但你看这只开心高球 和初初来香港的时候 大大奔 很臃肿的比较 都完全不同了 所以初次试了一集 可能未到位 对了,潘顿打算还未到 那就先选择其他马 选择了弟弟 激光天下的一场 结果布门赢了两场 这次赛前整幅集很厉害 很厉害的 一早就过当去试这份集 直接摆在前面走 如果刚才看赛事片段 布门赢了一场 都还有一些手机 但是你看看布门 布门这么喜欢摄的骑士 上次都不跟你选择了 跟你选择了 在B加2在外面 都说过过过 我看来这批马其实三班 现在暂时64分 一定未摸顶 有得再上个马 除非你真的说下着大雨 有什么滋滋滋滋滋滋滋 这个二档 我相信他整个形势都很遷就他 有这批开心高球 所以升班都不是很担心 除了蔡若翰有加油集 看看这一只罗夫传马房 开心高球刚才的试集都非常轻松 看看加油集 可行吗 当然克服到三班的 还有你知我拼 上次初次争 初次升班其实都挺厉害的 现在不用自己放了 懂得跟马都可以 是呀,学到一下东西 就是由一千上来 这个千二都可以承接得到 打一搭赢马这个千二米 四班那时候赢了一些咖啡饭 好像就不是很强 上次亦有一个中等 两篇快一点的断束 但是他入到直路一拍下去 那个反应就交给你 里面那只八生八战 外面的海船时光 尼尾都挺确定的 你知我拼 还有3月26日那块地也是 偏可能的时间 也会慢一点的乳粉 如果你落着一点毛毛鱼 我都认为他来说 不是说这么担心的 希望马房这只都可以继续有连接的 也不容易的 就是升班立刻克服到 另外刚才说开心高球 潘顿市两科集 其实一个报名 今次也有一只 一只两科集 就是何言那只 会不会又益了报名呢 威力奔弹 那些健康内的问题 但是一科集就已经是好很多了 潘顿市的 这匹马其实健康真的很多问题了 在前四度停货 因为右前腿 膝头哥做那些碎骨手术 接着也试过持续不良于行 所以搞了很久 今季十月跑了一场 但是大家都知道这匹马上贵是四年性 一只新星来的 季初跑了一场 都不是太猜 那一场背着重磅 这科集见潘顿 是轻一点的 这只马都标着上去的 赢了那些万种开心 好眼光的高班马来的 我觉得水准都回到八八九九 当然我希望 这个场地近排就不是太干快 对这些脚有事的马 会容易去控制一些 能力我不担心的 如果真的可能潘顿不选 又是报名 那也不奇怪的 那如果你看回这次的何言手马 好像真的配合而来 希望这就是威力奔腾 能跑得翻了 这场是我们精选场次来的 看看我们选择什么 那照他开心高球 健康不用先怀疑 试试我集得很厉害的 做胆吧 三同彩做胆的 威力奔腾 知道再胜的内档 另外魅力补举和你知我评 看看今次开心高球多少倍 第一次赢马说 挨近十倍非常好分 上次都二十多元都还可以 这次看看三班多少倍 这只马我觉得仍在餐班来说 是超超的 也是 有只马没说的 就知道再胜 这批马今次加眼罩和中间落拔 以往当然一千好很多 但他试过了 今季缩下一千 比较速一点 但千四对手又恶 现在对了 去到千而迷 试试加眼罩 亦都有一个内档 这只要拖起来 如果临场的场地都是贴难好的话 甚至我会用单式马胆三重彩 因为开心高球 在我心目中还有得上 好像抄功课 但我们各自比心水 和阿介有没有一样 都是用9号做胆 拖一号、二号、三号、四号 看下我们第四口 妈T推介 第七场 拿双胆 二号、三号做胆 拖四号、五号 七号、八号和十一号 第八场 用九号做胆 拖一号、二号、三号、四号和六号 稍后回来看完美的两场